在過去兩個星期,即是3月5日到18日 這一段時間有88個個案 裡面有81個,即是92%的個案 都是輸入個案或者相關人士在病毒潛伏期 有外遊記錄,又或者是這些人士的緊密接觸者 有兩宗是非香港居民,其他全部都是香港居民 由上述數據看來,香港正面對由外地輸入個案帶來的公共衛生風險 我們預期輸入個案比例會持續上升 現在在香港,但是因為一些特別的原因 需要來講,在外地方的人 趁他們暫視和應該留意他們的目的地 可能存在的健康風險 以及一定要留意回港之後的檢疫安排 去到外地的時候,要時刻戴外科口罩 避免去當地的醫療機構和遮蔽的地方 以及避免要發燒有呼吸度感染病徵的人密切接觸 如果有不舒服,就要戴上外科口罩和盡快求醫 正在海外,但是已經有病徵的人士 為了自己和他人健康著想 應該留在當地就醫,不要啟程返港治了 都會召喚那麼衝,但會令人實的整個